從前有一個美麗的女孩 她叫瑪莉亞 她非常的關在她的村子裡面 她是No.1的女孩子 她是OP1的女孩子 她很喜歡寫功課 她喜歡幫媽媽洗碗 她喜歡掃地 拖地 她喜歡去挑水 這個時候在她聯軍的Joseph 就是穿著白色衣服的那個男孩 看到她就好喜歡她 然後她說 瑪莉亞看起來你挺賢慧的 你是原菜 這個時候瑪莉亞聽到的時候 瑪莉亞不肯相信 因為Joseph也是她的菜 過了一段時間 她也訂了婚了 瑪莉亞一個在家裡的時候 請瑪莉亞回到家裡面 謝謝 這時候 有一個穿藍色衣服的一個年輕的天使 來拜訪她 至於天使降臨的時候 會伴隨著聖節的 巴默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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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天使就要跟瑪莉亞說 瑪莉亞你將會有一個孩子 他的名字會叫做耶稣 他會是世界的救主 祝你好運 瑪莉亞進到了以後 一開始不能夠相信 因為她還沒有結婚嘛 但是瑪莉亞順服對不對 對不對 對 順服 OK 過了一段時間 她跟她的這個 這個 丈夫 Joseph 請瑪莉亞跟Joseph在一起 他們要回家做人口普查了 他們要旅行 回到這個 伯利恆 他們在旅行的途中 這個時候瑪莉亞已經有了生育了 突然 瑪莉亞覺得肚子不對勁了 怎麼了 怎麼了 你上次了嗎 等一下 不要緊張 你要找一個地方住 我知道 所以 英俊的Joseph就到處找一個旅館 到處找找找找 就看到有一個旅館 出現了 然後 他敲門 空空空 你好 我請了一個房子給我跟瑪莉亞 因為瑪莉亞今天要設一個世界的救主 請問你有一個房間嗎 世界的救主 世界的救主 現在沒有房間 你搞錯了 他在世界的救主又沒有房間 我求你了哥們 這世界的救主沒有房間 會不會有一個很漂亮的珠寶的地方 媽都喜歡 要不要 謝謝了 就是 迫不起來跑去跟她的太太說 瑪莉亞 那裡有一個馬住的地方 很漂亮 我們快去住吧 這時候 瑪莉亞就到了那個 住馬的這個地方 馬叫 這時候 我們倒數五秒 耶穌要出聲了 5 4 3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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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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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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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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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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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